最近有一支超商的广告引起了网友热烈的讨论 就因为广告当中出现了Mobile这个英文单字 翻成的中文就是会移动的 这个会动的 广告的用法是没有错 但问题就在发音 因为广告当中念的是Mobile 让这个网友听着觉得好奇怪哦 认为旁白的发音是念错了 不过我们实际请到了外国朋友来念一念 也请了高中的英文老师来念 结果发现这个念法超商没有念错 便利超商推电信服务 广告越打越大 但竖起耳朵仔细听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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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旁白念Mobile 让网友听得很不对劲 有人说广告念错了误导观众 还有网友猛虹真是个国际大笑话 听听看 美国人怎么念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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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mobile 两位不是来自同一个国家吗 听听看其他国家怎么念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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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听越不沙沙 一个字出现七种发音 请教英文老师 原来Mobile正确念法是Mobile或Mobile 但正统KK应标其实只限台湾地区在欧美用的其实是自然发音法母语不同念法可能有差异 或者是说它只是一个专有名词把它当成是一个招牌名称标语那这个就是你呃就是发明者你今天高兴怎么念就怎么念 超商业者也说其实广告是选用英语系发音也就说广告旁白不一定有错这样念 Mobile Mobile 前提是要大家听得懂 中天新闻林志远范心语台北看不到